中国医保体系调整势在必行 近日,关于中国医保体系的调整引起了广泛关注 随着社会发展和就业形势的变化 医疗保障问题变得日益突出 在谈到躺平现象时 人们通常将房贷、养老金等因素视为前提条件 但实际上,医疗保险同样至关重要 然而,最近一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医保参保人数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下降 特别是居民医保的参保人数 这一趋势引发了人们的疑虑 同时也揭示出了中国医保体系的 亟待调整的问题 根据官方数据 去年全国医保参保人数减少了1700万人 其中居民医保的参保人数减少了2500多万人 这一现象的背后 涉及到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两大体系的区别 职工医保通常由企业员工缴纳 具有终身保障特点 而居民医保保障相对较弱 需要年年交费 涵盖范围包括农村老年人 大学生 新生儿和城市的地保人群 由于职工医保的优势 其参保人数呈现增长趋势 而居民医保的参保人数 却显著下降 这一下降趋势 可能有多重原因 首先 新农和医保的费用逐年上涨 对农村家庭来说 已经成为一项不小的经济负担 自2002年开始 新农和医保费用年年上涨 如今已达每人每年380元 对经济条件有限的农民来说 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支出 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相对较低 这一费用占据了相当比例 而且 很多人一年内几乎没有看病 因此开始对这项支出产生质疑 其次 医保系统的调整 也影响了参保人数 一些地区已经实施医保联网 防止重复缴费 随着就业形势的多样化 很多人在不同城市工作 可能同时参加多个医保计划 导致缴费重叠 为了避免浪费资金 国家规定清退重复缴费的人 另一个引发关注的问题是 一些参加居民医保的人 选择转为职工医保 虽然职工医保需要交费 但一旦满足一定的缴费年限 就可以享受终身保障 而费用相对较低 尽管职工医保的报销力度 可能不如居民医保 但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很多人更愿意选择这种方式 这种断交潮 引发了一些专家的呼吁 暂停医保费用的涨价 以减轻农民的负担 郑丰田教授认为 新农和医保近年来不断上涨 但对农民的实际好处 并没有相应增加 他建议未来几年暂停涨价 让农民获得更多实际的好处 这一观点 引起了广泛共鸣 强调了政策制定 需要更多的从基层角度出发 解决问题 总的来说 中国医保体系的调整 势在必行 需要更好的满足 不同群体的需求 减轻经济负担 以确保老年人 老有所医 老有所养 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 医保体系的调整问题 引发了更多关注和探讨 近期 有专家呼吁 对医保制度 进行更全面的改革 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在中国 医疗保障体系的差异化 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 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差异 不仅在缴费方式上存在差距 还在保障程度上 存在显著区别 职工医保通常由企业员工缴纳 具有终身保障特点 但要求缴费年限较长 与之不同的是 居民医保保障相对较弱 需要年年交费 但缴费年限较短 为了解决医保体系的不平等问题 一些专家建议 应考虑对居民医保进行改革 使其更具吸引力 一方面 可以考虑降低居民医保的缴费标准 以减轻经济负担 此外 可以改进居民医保的报销机制 提高其吸引力 在某些地区 已经开始尝试将居民医保纳入社保体系 以提高保障水平 然而 医保制度的改革并非一蹴而就 需要综合考虑不同地区和人群的需求 以确保医疗保障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 专家和社会各界 应共同努力 以提高医疗保障体系的效率和公平性 确保每位公民都能享受到合理的医疗保障 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使他们更好地享受晚年生活 医保制度调整的讨论正在进一步升温 政府和专家们正积极探索改革方案 其中 近年来 各地不断推动的医保联网工作引起广泛注意 医保联网旨在解决多地就业 重复交费等问题 以提高医保体系的效率和公平性 随着就业形势的多样化 越来越多的人在不同城市工作 导致他们需要参加多个医保计划 这可能会引发缴费重叠问题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一些地区已经着手实施医保联网 通过信息共享和协调 确保参保人不会重复交费 医保联网的实施 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差异 以确保制度的顺畅运行 尽管医保联网有望解决一些问题 但也可能带来新的挑战 一些人担心 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问题 可能会成为医保联网面临的障碍 因此需要谨慎处理这些问题 总的来说 医保联网是医保改革的一项积极探索 有望为医疗保障体系的升级 提供更好的支持 政府和相关部门 应继续关注医保制度的改进 确保其更好的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提高医疗保障的公平性和效率 这一努力 有望帮助老年人 获得更好的医疗保障 享受更幸福的晚年生活 中国医保改革方案建均明朗 政府和专家在探索 更全面的改革举措 在这一过程中 一些地区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措施 以提高医疗保障的效率和公平性 一项重要的举措是将居民医保 逐渐纳入社保体系 以提高保障水平 这一举措受到了一些地区的试点推动 旨在减少不同医保体系之间的差异 让更多人受益 通过将居民医保与社保体系相结合 可以提供更广泛的医疗保障 减轻参保人的负担 另一方面 一些地区也在研究如何改进医保的报销机制 以提高吸引力 这包括提高报销比例 扩大报销范围 以及简化报销流程等措施 这些改进有望提高医保制度的实际效益 让更多人受益 医保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政府专家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目前 有关医保的讨论和改革措施 正在不断推进为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 带来了新的希望 通过这些改革 政府希望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提高医疗保障的公平性和效率 确保每位公民都能享受到合理的医疗保障 这一努力将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使他们更好地享受晚年生活